新城圣安村北山站社区有一棵超过100年的大张树 这棵张树长在福安宫对面的舞台旁 村民相传是受到主祭神宝生大帝的庇护 也称他为大树博 而由于0206地震的时候 张树的基座有破裂的情形 福安宫主委林国贤向现场徐政卫承行反应 县府民政出表示说会择其现场会刊 想想看如何来保护这棵张树 百年张树长龙头 花莲县新城圣松安村北山站社区有一棵100年的扎张树 英墙台苏迪勒来世汹汹 公所青年队人员派员修剪冒生疏失之后 竟在靠近树干中断触浮现一棵Q版的龙头 眼睛嘴巴以及龙脚像一只幼龙 盘踞在大树上一来村民哲哲生奇 身心好运来了 不过受到0206大地震的波折 张树的维护基础有破损的情况发生 福安宫主任委员林国贤 利用县长许正伟前来工业参与的时候 请求加以协助 现在许正伟也要求民政处 择其来这里现场会刊 福安宫这棵树已经戒临到80几年了 然后呢因为这棵树在这里 批诱了全村庄的平安 那也批诱了福安宫的香火鼎盛 那这棵树也是平常这些老人家 闲暇之余能够休闲乘凉的地方 那现在这棵树 因为底下的基座 已经有受过地震然后军列 我们刚刚也行新政府还稍微视察了一下 那后续可能会跟新政府来做商讨 怎么样来对他这个基座的保护 根据我们村内的起老 详细的描述 大概81年至82年左右 实际上是81年或是82年左右 现在已经我们华林新政府 也忧心这个老树的健康 所以已经列入老树的保护小组里面 然后这棵树一旦有任何的毛病 或者是有生病 也都是由我们县政府会派员来处理 来维护它的健康情形 福安宫主委林国贤表示 北山镇社区仅存一棵原生种百年的张树 已经列入县级保护的树木群 长年生长茂盛 历经上百个台风依旧屹立不遥 有这棵张树长在福安宫对面的舞台旁边 说明相传是受到足迹神保胜大家的富佑 所以大家称它为大树博 记得终于信箱报道